本赛季 胡仁场军内线得分49.2分 联盟第七 场军内线失分51.5分 联盟第27 从数据来看 胡仁这内线得分依然是联盟接近顶级的存在 但防守却从20年的顶级逐步滑落到垫底了 休赛期 如果霍华德选择离队的话 那么正统内线只有浓眉一人了 退一步讲 即便留队 考虑到近三个赛季真实防守正负值 从1.2到0.6再到0.1的下滑事实 也是连波老矣 换言之 胡仁补强内线迫在眉睫 胡仁需要什么类型的内线 对于这个问题 我的理解是 首先 具有一定的吨位 这样遇到恩彼得约激起力量型内线时能够顶一顶 其次 具有一定的护框能力 通常浓眉是有患防出内线的情况 这时就需要有人能够保护篮框 再者 具有一定的运动能力 仅以本赛季为例 胡仁有18.6%的进攻比通过转换完成 也就是说要能跟上球队的反击 当然 具有一定的投射能力更好 可以为队友的进攻拉开空间 结合以上几点 再考虑的价格因素 金下和太阳合同到期的麦基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选 只是后者还会回来吗 抛开麦基不谈 在我看来 波尔金吉斯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从级站立角度看 赛季中期来到奇才后 波神有97%的出场时间打5号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场 均可以送出1.5次封盖 换算成每36分钟的话 就是1.9次 场均有1.5分通过快攻完成 在大个子球员中排在第6 此外 10到16英尺 16英尺 三分线 三分线外的命中率 分别为47.8% 51.7%和36.7% 从级站立来看 波神基本上满足胡人需要的内线类型 尤其这中远头能极大丰富球队技战术体系 从交易角度看 比尔在跳出合同后 有离开奇才的可能 一旦离队奇才 基本上就是重建了 退一步讲 即便比尔不离队 在坐拥库兹马 巴村磊 两位年轻才俊下 对于波神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大了 究其原因就是 还有两年7000万的大合同 基于此 胡人可以用微少去报价波神 在我看来 双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对于奇才来说 一旦比尔选择离队的话 那么微少的到期合同可以用于重建 不离队 在有库兹马 巴村磊的情况下 可以起到清理波神大合同的作用 从角度角度看 在波神还有两年7000万大合同 以及需求不大下 胡人还是非常有望和奇才达成交易的 两方面一结合 就是波神既有不错的集战力 同时 胡人又有一定的几率得到 考虑到波神有着35家的三分命中率 以及胡人大概率能继续留下安东尼 艾林顿等投手 是否意味着詹姆斯继骑士时期后 再现一星四射 在我看来 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理由一 詹姆斯 近三个赛季 詹姆斯场均传球数分别为62.1次 59.7次和56.8次 获得的助攻数相应为10.2次 7.8次和6.2次 从数据来看 詹姆斯传球转化助攻的能力 虽然处于下降趋势 但相对联盟来说依然是顶级的存在 此外 本赛季詹姆斯场均得到联盟第二的30.3分 这说明有着很好的进攻牵制力 理由二 投手 仅以本赛季为例 在防守人处于4英尺以内贴身防守下 安东尼有着34.9%的三分命中率 艾林顿为38.2% 波神为32.4% 也就是说 三人都有着很好的强投能力 这就意味着即便防守强度很大 也能有效终结投篮 两点一结合 前有詹姆斯的吸引防守 传球 后有安东尼等人的投射能力 可以说一星四射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当然 考虑到詹姆斯年龄带来的体力影响 胡人版一星四射威慑力 肯定不如骑士时期的强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胡人努力得到骑士队的马尔卡宁 三年5200万大合同下 胡人出塔克 纳恩 次轮 是有机会得到马尔卡宁的 那胡人为何有这样的机会呢 首先 骑士未能打进季后赛 骑士没有打入季后赛 是非常可惜的 常规赛骑士 有着联盟 第5108.9的防守效率 从数据来看 这防守 已经接近联盟顶级的存在 对内年轻球员表现出色 尤其是今年4号 秀艾文莫布里 骑场均的15.0分 全队第四 8.3篮板 全队第二 1.7封盖全队第一 莫布里的快速成长 再加上贾阿特阿伦 稳定输出15加10 让骑士在内线上 迎来幸福的烦恼 幸福的方面 可以根据对手的 不同灵活排兵布阵 烦恼的方面 应该怎么有效确保 每一位年轻球员 得到稳定的机会 至于烦恼方面 受到冲击最大的 就是凯文乐福 本赛季 这位五届全明星 虽然出场了74次 但只获得了4次首发的机会 且场均只有22.5分钟的出场时间 两项数值均为生涯以来的新低 当然 在我看来 对于生涯拿到超过2亿新金 且有冠军戒指的乐福来说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33岁的年龄 享受打球带来的乐趣 不过 对于马尔卡宁来说 这些未必能接受 毕竟才25岁的他 正处于上升期 需要机会来磨练 退一步讲 机会又是拿大合同的必要条件 对于骑士来说 今下 塞克斯顿面临续约 名下是加兰 再加上阿伦和勒维尔的大合同 也就是说 短期内球队的薪资压力很大 在尚不具备冲冠 且又身处小球市下 我认为骑士是不愿意多花钱去缴奢侈税的 这么一看 马尔卡宁还剩三年5200万的大合同 就非常碍眼了 我的理解是 有选择更好的莫布里 阿伦 为何还要用马尔卡宁呢 就算打替补还有乐福呢 况且如刚才所说 马尔卡宁也不愿意打替补 当机会出现 我是说三年5200万大合同下 胡人出塔克 纳恩 次轮是有机会得到马尔卡宁的 理由就在于 纳恩是到期合同 塔克只有千万出头的合同 对于骑士来说 都是能有效降到薪资总额的存在 况且对后厂也是一定程度的提升 虽然出三个筹码 才得到马尔卡宁 但在我看来 胡人不亏 从数据上来说 马尔卡宁厂均15加6 从特点来说 马尔卡宁就是唐斯翻版的存在 相向点一 二人都有着大个子球员中不错的三分能力 本赛季 马尔卡宁厂均命中2.2个三分 唐斯为2.0个三分 不过效率上 唐斯41%的命中率要高于马尔康的35.8% 相向点二 二人都是攻强守弱的存在 防守差 唐斯更多的是态度问题 而马尔卡宁是受限于身体条件 所以说 一定程度下可以把马尔卡宁当成唐斯的存在 二人不同的是后者的效率 跑跳能力是要明显优于前者的 当胡人得到马尔卡宁后 是否意味着浓媒加马尔卡宁又将组成NBA新一队顶级双塔 对于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要分怎么看 如果单纯的只是从数据角度看 二人厂均那个40加15的数据还是问题不大的 而这已经是联盟任何内线组合的佼佼者了 但是数据只是理论上的 在实际中我认为会出现两个问题 问题一 浓媒的伤病问题应该如何克服 问题二 刚才说了 马尔卡宁是攻强守弱 那么在遇到恩比德 约基奇这样力量型大中风时 应该油水顶上 如果说 浓媒有效克服伤病 那么我认为就会是顶级双塔的存在 毕竟浓媒攻防一体 且马尔卡宁在具有远头优势下 可以为浓媒的进攻拉开空间 换言之 会让后者打得更多油鱼得水 所以说 能否成为顶级双塔的命门在于浓媒 看他能否保持健康 可比起詹姆斯来说 浓媒仿佛却有些懈怠 作为胡人的内线支柱 戴维斯今年夏天 时不时的就会在网络上露面 但绝大多数时刻 他都是以游戏主播的身份出场 大秀自己在虚拟世界当中的精湛枪法 或者偶尔他会参加一些网络直播活动 化身成大厨 品尝一下各类美食 这些非篮球方面的活动 自然也没有引起太多球迷的关注 顶多就是在胡人球迷的小圈子里 掀起一些波澜 引发一些关于戴维斯 到底有没有刻苦训练的讨论 但之前 戴维斯彻底出圈了 6月11日 著名的射击游戏电竞战队 核弹小队Nuke Squad 发布了一条视频 在视频当中 戴维斯受邀到核弹小队成员居住 和训练的基地探班 在参观到房子后院的时候 几位电竞选手邀请戴维斯一起 来进行一个投篮的游戏 就是平时大家也会玩的投点游戏 就在这个游戏开始前 戴维斯一边脱掉自己的长袖卫衣 做着投篮准备 一边说出了那句引发巨大争议的话 自从那天之后 可能是4月5号之后 我就再没有投过任何一次篮了 NBA里的牌面超级巨星 就那么几个人 詹姆斯 杜兰特 库里 字母哥 都是在训练馆里挥汗如雨的存在 而反观农眉两个多月没摸过篮球 还显得很开心很潇洒 连詹姆斯都开始恢复训练了 他这除了沉迷电子竞技稿 烧烤完party他还能干嘛呢 当然更可怕的是 镜头当中的农眉哥身材严重发福 臃肿的小肚子都能看得很清晰 蓬松宽大的外套下 遮不住他逐渐隆起的肚子 这显然就是已经拿了冠军之后 摆烂无欲无求开始吃老本了 如果农眉都摆烂 那么胡人该何去何从呢